《星际迷航记》的影集和电影里的兼耳大副Spark 他的超人智慧以及特殊的打招呼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饰演他的演员Nimoy在家中病逝了 享受83岁 全球上百万位的粉丝都相当惋惜 美国演员Nimoy1966年首度演出《史巴克》深植人心 连续演出《星际迷航记》的影集和电影长达40年 成为科幻片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从小就想当演员的他总算达成愿望 黑眼儿幽泽岛担任两部星际电影的导演 不过对于《史巴克》这个跟了他一辈子的名字 他可是又爱又恨 1977年出版名叫《我不是史巴克》的书 高龄83岁的他 星期五早上在洛杉矶家中逝世 死于慢性阻塞性疾病 全球上百万粉丝心碎 看他演过许多对手戏的寇克船长 威廉·沙特纳也很难过 美国《太空总书》也在推特po文 说NASA好多人都是受到星际迷航记启发 才会在这里 许多粉丝纷纷上传电影里瓦克人打招呼的方式 哀悼他 相信史巴克精神会永远流传 记者林佳